許智峰議員 多謝梁議員 這場特首選舉 本身都是一場荒謬的小圈子選舉 市民無得選 只可以吃花生 真是有得選 就是裡面的千二個選委 現在千二個選委裡面 你都不讓他公平公正地去選 有些人出來說 選到 中央都不任命你了 試圖去影響賽果 簡單來說就是 將陰典的文化 講得白點 放了上桌 如果政府不針對這些言論 指出這些言論是不正確的 是影響了選舉公平公正的 政府你本身是否在鼓勵 或者包庇這種陰典的選舉文化呢 政府會不會採取多些行動 告訴市民聽 這些是謠言來的 這些言論是不正確的呢 好 局長 作為主席 根據公開的途徑 大家都清楚留意到 沒有任何稱之為中央的官員 是公開地表示支持某一個人 或者好像用許議員所說 陰定任何一個人 反而只是在公開的途徑 直到目前為止 只是在幾個月前 見到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黃江雅先生 在《紫荊雜誌》的一篇訪問裏面 提到中央可能會考慮的時候 包括很多的因素 他舉了例子 有幾種的考慮因素等等 是這麼多而已 剛才在我主體答案那裡都提到 香港有這麼多人 每一天都很多傳聞的 作為特區政府 是沒有可能就著未經證實的傳聞 來再加以評論 這個是我們一貫的立場 但是如果是有投訴的話 就是說譬如說 任何人士不是限定選委 認為某些人士是發佈了虛假 或者誤導性的言論 但關鍵程度影響到選舉結果的話 是觸犯了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是廉政公署是可以作出調查 以及跟進的法律行動 所以我在這裡都奉勸 香港幾百萬的市民 以及一些人士 特別是身份更加重要的人士 可能真的要謹言慎行 因為選舉是需要公開公平公正 誠實來進行 以及我們選舉的條例是很嚴格的 任何人如果觸犯了任何的規例 廉政公署一定是會從嚴 依法來追究的 大博主席 王碧雲議員 王碧雲議員 主席 剛才我們問 就是關於特首選舉那個過程 其實有提名 有選舉 然後最後中央任命 王碧雲議員 我想問那個問題就是 你可不可以夾個咪在這裡 因為很難聽,聽不到 我想問就是 最後的那個中央任命權 在這裡 但是不可以反過來把它合理化 在提名過程和選舉特首的過程中 中央或者中聯辦或者一些政協副主席 是可以公然在背後或者公然明顯地 為特首的提名過程中都已經在操盤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這個最後的任命權反過來 是否等於在提名權和投票權中 中央都有它的角色呢 而這件事有沒有違法 又有沒有做到那個提名和選舉 是一個公平公正呢 局長 各位主席 剛才我主題答案也有說兩點 第一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在基本法裡面 在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有它的憲制的角色和權責 所以它會選擇一個合乎憲制安排 合乎基本法和合乎香港法律的情況之下 是他們如果覺得有需要的時候 可以表達一些的看法都不一定 正如剛才我所引述 國務院港澳辦黃光雅主任 曾經在集資上 就是一些很普遍很大的原則 不傾向任何一個特定的人士 只是說行政長官 中央的期望是甚麼因素 這樣才會表達的 第二點就是 整個產生辦法的過程 有提名 有選舉 還有是有任命 特別是在選舉這步 剛才我也有引述 在《基本法》附件一裡面 選舉委員會的選舉是不記名的投票 即是暗票的 我們的選舉管理委員會 也都會用各式各樣的措施 是保證這個選舉權是實質的 即是說沒有任何的選委 可以受到任何的騷擾之下 可以自行根據他們的獨立思考 來判斷應該是投票給哪一位候選人 我們在現場的佈置 現場的安保 現場的流程 還有票商的設計 投票間的設計等等 都是會百分之二百來確保 這個暗票是暗到很暗的 即是說是不可能有任何人知道投什麼票 而保障這個不記名的實質的投票權 我認為這個是對選委來說 是行使他們實質投票權 一個比較大的保障 主席 局長在猶緊花園 沒有回答 我想問的剛才問題就是 在提名過程裡面 中央或者中聯辦 應不應該有法律上面的角色 如果他們有這樣的角色的話 有沒有侵犯到香港的港人自治 局長有沒有補充 主席提名權 是屬於選舉委員會裡面的選委 而且這個提名是要公開的 所以我相信選委在行使這個實質的提名權的時候 是會有自己考慮的因素 如果有任何的選委 我再重申一次 是認為他們受到不必要的壓力 或者影響威逼或者離誘的情況之下 是令到他身不由己地去作出什麼提名 甚至是選舉都好 或者是投票都好 是可以向廉政公署作出舉報的 廉政公署是不論什麼人 不論這件這樣的違法的事件 是在香港進行 還是香港意外的進行 他們根據我們的選舉條例 都是絕對是有這個權限 來去作出調查和跟進 所以我再次呼籲兩件事 第一 在香港所有的人 是一起去幫忙 保證這個選舉是公開公平 和誠實之下進行 第二 如果有任何懷疑是違法的事情 是希望大家盡量作出舉報 等這個ICC 等這個廉政公署 是可以作出跟進的調查 和跟進的法律行動 謝謝